你覺得吃煙可不可以減壓? 減壓? 可以 都可以 絕對可以 那你覺得最爽的一下是什麼? 最爽的一下就是 點煙敷出來的一下 為什麼你覺得可以減壓? 就好像你 深呼吸吸一口氣 其實 吃慣煙的你們 這樣想就錯了 煙裡面有尼古丁 小量的確是有提神的作用 但是當你一天吃兩三包 它的作用就會相反 令人變得遲鈍和呆滯 那為什麼吃煙會令人覺得很爽呢? 行為上的習慣 比如我們有些人喜歡拔手 又或者是吃香榴膠 程度上都是一種行為一種動作 令我們分散注意力 吃煙仍然 那個點 那個吃 那個過程 其實可能是一些身體的習慣 或者是一些手印 令到自己暫時將一些壓力 轉化成為一些動作 也就是煙引起 吃煙頂下引 這樣就會產生了減壓的錯覺 除了吃煙 不少人都認為喝酒可以減壓 副醫生說 酒精的作用類似麻醉藥 可以減低神經細胞活躍程度 不過效果就非常之短暫 喝完酒之後 晚上早上三四點就會醒 正正就是 因為當酒精在身體裡已經消化了 已經新陳代謝了 變成其實 真正正的問題根本沒有解決過 酒精只是暫時的麻醉 對於減壓來說 其實百何而無一理 吃煙和喝酒減不到壓之餘 更加有機會令你幻想抑鬱 任何這些中樞神經的物質 包括煙、酒、安眠藥等等會上癮的物質 某些人士會比較容易出現抑鬱的病症 甚至有一個真正正的抑鬱症 原來煙酒可以減壓是錯覺 都是用其他方法來減壓 好,好,好!